趕緊的 咱爹又做藥了 去看看 來了 嗯 媽 拿呀 燒火菜嗎 燒火菜 這包在哪擦下的板子全拿來了 嗯 這些是我爸昨天交代好的 然後放點涼水 把這些東西全泡上 今天就把這個牛頭肉全都糊上 糊是糊 但是沒成小事 怎麼這麼個辦法 好正人了 總大過得萬糊 我以為是在屋裡邊 整個大門罐 嗯 哥這個煤氣上糊呢 太能作妖了啊 昨天就是我直播的時候就有人說 哥那個彩火鍋 嗯 火 行 停進去了 哈哈哈 那我問我 這也鍋借助去了 今天不知道能不能送回來啊 嗯 我用完了 他帶來球 我近幾天用 昨天 昨天下午 應該是用完了 昨天下午要是給送的 我們給送的 哦 那 那我用完 你還用我送的嗎 行行行行 嗯 泡沫香來過了 才會卸完了 然後快遞購賣全打包完了 我爹丟了 今天能不能呼上啊 等鍋呢嗎不是 他去取下了還是咋的事啊 不知道嗎 不說不想的就沒了 就走了 我爸最愛幹的事就是玩消水 平台上還有這麼多貨 沒給大家發走 不是說我們不發 是因為現在廠家貨過不來呀 當然大家絕對放行啊 快遞停之前肯定能給你們發走 就在剛剛聽說了一個好消息 廠家把我的貨全配齊了 一會兒就給我送來 給你們能發走了 看一下 有了貨來了 快遞小哥來取件了 每天睡你 那邊說就是這張包包沒打完的 快遞咱們要多個錢 但是值得慶幸的是今天貨都來了 都給你們發走了 一會兒把剩餘數量再上樓下也完事了 終於趕在換地走之前 我全會打完了 我還想插握一句啊 所以大家要虛擬的照點時間下單 延舖裡就是剩餘庫存了 剛來的一個通知 本來我倆不是說好了31號接單 然後剩餘庫存上上架 大家在2號之前拍的話 我們都能發走嗎 但是現在不行了 這個快遞通知2號以後 中轉費用開始漲價 然後年後初八開始正常發貨 我們兩個就停了 完了年後的話 估計他們說初八開始 我們也就差不多那個時候 我們在視頻中也會告知的 朋友們 快遞小哥已經把貨全裝上車拉走了 本來這期視頻 我想給你們拍一下 我們在家吃個大鍋燉牛頭肉 結果呢 我爹消失了 所以這期的視頻 主要內容就是消失的老爹 大家猜測一下 他幾點能回來 朋友們 坐在家等快遞吧 他走了 哈哈哈 他奔你們去了 奔向你們 視頻的最後 我要跟大家說一下 這些就是我們剩餘的貨 然後日期都是新的 我已經把剩餘數量全都上架了 你們直接就拍 拍完之後明天就能發走的 現在這個泡菜 我小妹開始點貨 點完之後呢 我就給你們上到那個 單品的剩餘數量上 你們也去拍吧 如果不出意外的話 今天就是我們 最後一場賣貨的直播了 清清糖 哈哈哈哈 但是我們的清糖不是水 民旗的皮 就是都是新豆的 他都剛來了 1點31分了 呼叫一下我老爹 稍後再播 我消失的爸爸來信息了 半小時後回來 消失的老爸回來了 但是 我們家的鍋 跟爐子還是沒給送回來 現在正在聯繫呢 怎麼個事啊 我要 我要大成跟那個人聯繫 讓你給送回來 嗯 完了他說 一會兒給送送 等了 順道再來給送來 那順道得啥時候 能呼上了嗎 那不順道就完了 哈哈哈 那不行咱去取去吧 咱車拉不了 那你得跟他說一嘴 你現在已經2點多了 咱呼好幾個小時黑天了 我給他打個電話 我跟你說啊 就是嚴重溝通失誤 你跟人家說 我要用過著急 人家不給你送過來了 不說那人家就順道吧 去你明天用 這個跟我沒關係 這我就找大廠 那他沒說明白 我說下午必須得用 爸你講一下子吧 消失哪去了 到我朋友家去大爐灶去了 那你咋不聲不響 你就走了呢 我沒心事 我先把車送去就沒啥事 結果我送了 他說幫我幹點活 我說幹點吧 我先一會兒幹完 結果說爐灶跑了 就是那個飯店那個灶台 砸了之後 往再重新給他搭上 完全在幹活的 我先一會兒就幹完了 幹完活要走 幹完活12點多鐘 我說走 讓你吃頓飯 吃頓飯 哎對一菜就是 吃頓飯喝不了酒 我吃著 吃吧就回來了 嗯 來糊牛頭 結果姑姑還沒回來 哈哈哈